另外 陆路交通局也创下史上最高收入的记录 去年总收入达到50亿7000万令吉 第一次突破50亿大关 收入同比增加3.5% 交通部长陆兆福解释 车牌竞标活动让陆交局大畅丰收 单单是这笔收入去年就将近5亿7000万令吉 增加了大约13% 最近推出的GOLD系列车牌 也让当局进账1724万令吉 当中包括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用150万令吉标下的GOLD一号车牌 车牌竞标的一半收入将注入部门今年的各项倡议 比如大学生机票补贴计划 有关于你与你未经计采计划 不接解采计划 连锁 水 吃 乱 乱